大家好我是Paul 周二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没有讲太多的英文 我只是要分享一个故事让你自己去看 那我看到这个新闻标题觉得好屌 点进去看我就不小心花了大概10分钟内吧 把它读完了可能也没那么久 但如果你去读可能会更久一点点 因为它是一个蛮长的一个article 你看它是标题有没有 然后往下看我就滚给你看 你看一路滚下来一路滚下来 这个文字事实上是不少的 但是我认为你如果英文有那么一点点程度的话 你去看你会发现它就很精彩 你就整个会陷入那个故事里 然后你就会把它看完 这个对英文的进步是绝对有帮助的 他讲的是一个 这故事是他一个叫做Jimmy Zong的一个人 从这个姓看起来一定是个雅医 甚至可能就中国医 那他呢偷了300亿美金的比特币 就所值这么多了到今天了 当然他在一开始偷的时候是没那么多的 只是因为比特币在这么多年来炒炒炒 炒到限值就是三个billion 也就是300亿 300亿美金是多少你知道吗 我都不晓得郭台铭是不是有这么有钱 但总之就这么多 那这个人他就很特殊 他是在这个比特币的发展初期的时候 他甚至他们说 就这个报道里面说 他是比特币的OG之一 这OG是什么 这OG倒是一个我们值得说一下 很常见到的一个就英文世界里的词 他叫做Original Gangster Gangster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Gangster的意思一般来说是帮派分子 那什么帮派 没有什么帮派 就是在一个 一个什么行业里面 的这个元老级元祖级的人物 OK我们就叫他OG 所以像例如说 在YouTube初创期的时候 有一个叫Nigahiga的一个 美籍的日益美籍的 是不是日益啊 我猜是啦 但总之也可以称到为亚裔啦 那他就是很夯 那到现在已经在YouTube很多很多年了 他从十几岁一路到三十几岁 那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在做了就是 所以总之他们就会说他是 YouTube的OG人物这样子 还有像一个叫David Cho 我记得他吉他弹的很棒 唱的唱歌唱的很不错 这些都是就是YouTube刚开始的时候 发迹的一些人物这样元老级的人物 我们就称他们叫做OG 所以在比特币的行业里面 当然也有一些所谓OG分子这样子 元老级的 所以他甚至参与了很早期的coding之类的 结果这家伙竟然就偷了 他在这个网路上有一个叫思路 就是我们讲那个中国以前那个思路 到后来网路上也有一个思路 他的英文就叫Silk Road 那这上面就是进行一些 嗯 见不得人的交易 所以很多像贩毒啦 甚至一些买凶啊 都可以在上面办得到 我们称这个叫暗王 Dark Web 所以Dark Web上面有很多交易 都是在Silk Road上面发生的 那这家伙总之啊 就是偷了若干的比特币 然后就开始过着非常奢华的人生 OK 那然后 你看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 他的奢华人生就包括 搞一堆女生在他的左边右边啦 游艇啦 他甚至还包机请了一大堆朋友 跑去看那个 那个好像是Super Bowl的比赛 然后这些朋友一个人得到他的1万块美金 可以去随便花 随便买东西 所以这个人就 就Splurge到这个地步 Splurge就是 就是 好爽的花钱 OK 铺张的花钱 所以他就Splurge钱在这些朋友身上 然后结果 结果他的这个 就人生转来转去 转到后来就是 有一个朋友就偷了他的 比特币 因为对他家可能很熟 所以就 然后他 他家里是有这些video camera 都弄得非常的好 防盗是做得很到位的 可能他朋友总是就是 就跑进他家 然后把比特币给偷了 从他电脑上偷掉了还是什么的 结果他这个家伙就报警了 他就报警了 所以 警察是因为他报了这个警 被偷了若干比特币 然后才开始怀疑说 这家伙怎么有这么多比特币 我们来调查他一下好了 因为就是 就是在很久以前 就是我刚讲的 炒创期间被偷的那些比特币 一直找不到犯人 所以就是一个闲案 闲了很多很多年 那在很多年后 这个家伙 就这个 Jimmy Zon 他报了警 说他的比特币被偷 然后他们发现到 他好像有很多比特币 然后才窜起来 所以 所以他的 报警这个动作 导致于 他反而自己被抓到 所以这个多年的闲案 就是 市值超过300亿美金的 这个多年的闲案 才终于破掉了 所以这个家伙 这个Jimmy Zon 最后呢 就在今年 好像就是几个月前 似乎在6月左右的时候 就定宴就入狱了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这么多 这么高金额的 一个偷窃案 他住了多久的牢 他只要住 一年多一点点的牢而已 OK 所以那个白领犯罪 所以他进去蹲真的 没有很久 说实在的 而且 他的这个辩护律师 说了一个蛮有 蛮有意思的一句话 下面有讲 就辩护律师说 当他当年在偷这个比特币的时候 那你如果用当年的市值来算 他事实上没有偷多少钱 那也因为他 把这些比特币留在手上 留了这么久 到今天如果把它卖掉 可以值300万美金 300 对不对 我怎么讲是300万300亿美金 然后这些全部被美国政府收走了 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就因为他发了一笔恒财 还是念作恨财 你知道吗 那这辩护律师说 要是当年美国政府 有早早抓到他的话 这些比特币充功之后 那美国政府也或许 不会把它留在手上 可能很快就转卖 我干嘛的 所以 所以这个辩护律师 他的argument就是说 因为Jimmy的关系 美国政府才发了一笔恒财 要是今天没有Jimmy的话 然后美国政府早早破获了这一宗这个案子 或者是这些比特币也没有经过Jimmy的这个留在手上留这么久 就不是为何总是就留到政府手里成为政府的资产 那政府不会留很久的状态下 说不定早早卖掉 那政府也没赚到多少钱 所以总之他的argument就是说 Jimmy反而benefit了美国政府 让他们这样赚了一笔 所以这个视角也蛮有趣的 说实在的 不然我这边稍微读一下他这一段好了 OK So if Jimmy had not stolen the coins and the government had in fact seized them from Silk Road operators they would have sold them two years later in 2014 as they did with other coins 所以要是Jimmy不是被Jimmy偷走的话 而是今天政府从Silk Road的一些非法的一些人 然后把这些比特币 seized走 就是这个冲工走了的话 大概两年后就卖掉 所以在2014年左右 然后可能就是没有赚到多少钱 所以at that point the government would have gotten320 dollars a coin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政府只赚到320块 or made somewhere about 14 million 或者顶多就是赚1400万而已之类的 Now as a result of Jimmy having them the government has gotten a 3 billion profit 所以而就因为Jimmy 这么多年留着这些币 所以反而政府赚了300亿美金 这样子 好所以 没有讲什么英文 但总之我希望 但是我不会提供连结 所以你有兴趣找的话 不难找 你只要找他的标题 甚至你找Jimmy Zong 可能就找到了 Jimmy Z-H-O-N-G So the secret life of Jimmy's own who stole and lost more than 3 billion US dollars 好很精彩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大概 被翻成花 被翻成中文报导的机会 我认为或许不太高 我不知道 可是总之 有机会的话 你在这里看到了 那你去找一找的话 你的世界就 就更开口一点 你能够接触到英文的世界 好anyway 到这里差不多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